師傅,我想提起家中的工業風 你幫我用紅磚敷牆 小姐,紅磚不環保 不如我介紹你用其他磚吧 紅磚有多不環保? 沒有紅磚怎麼做工業風? 那你呢,你幫我拿電腦 改動間隔不僅可以令空間更加符合自己的需要 那不同的間隔除了外觀上的分別 那戶主在選擇和驗收時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呢? 那現在我給大家三個提示 那首先了解就是間隔物料方面的特質 例如一般住宅家庭可以利用木板做一個間隔 相對他們的師傅會比較方便 不過可惜他們就不隔音 如果對於隔音方面有需要的朋友就要自己考慮 那用磚砌場分別有沙磚、紅磚和輕磚 那紅磚因為不環保的關係 現在已經開始受規管和不少人用了 那沙磚和輕磚比兩者都是磚 但是沙磚密度和乘重量比較強 那掛重的東西就要用它了 另外護主亦要聯絡師傅 在現場談密線做機號 那有些護主亦沒有考慮到 隔場後後的實際觀感 又或者忽略了長身厚度等等的問題 到隔完場才發現到 然後實際情況和原先想像的不同 還影響了訂造傢俱 這些到驗修才談就遲了 最後就是做好新場驗修 護主可以看一看長身 有沒有出現大腦或者歪斜的情況 那最好就是在油油之前就去驗修 因為就算有什麼異常都可以補救到